楚离等着苏木槿 情绪稳定下来之后 才缓缓地松开她 一天一夜没有进食 该饿了吧 我让人去给你准备晚膳 嗯 楚离吩咐下去 半课中之后 柳嬷嬷就端来了一碗肉粥 还端了糕点过来 瞧见苏木槿醒来 她算是松了一口气 让紫玉紫罗 还有秋月生肖 去通知楚上叔夫妇 还有老太君等人 姑娘可算是醒了 老太君他们今天 都过来瞧您好多次了 这可算是醒过来了 您这一昏迷 可把姑爷给吓坏了 还以为太医是雍医 没给您看好病 不知道又从外面 找了多少大夫 来给您把脉呢 大夫们都说 脉相平稳平稳的 可偏偏就是不见醒 这回可好了 世子爷也该放心了 柳婴婴秦 柳婴笑着把粥 放在了桌子上 端着粥走到了床边 楚离伸手去街 柳婴婴摇摇头 姑爷 您这一天一夜 都没有睡个好觉了 老奴已经让墨盐 给您打热水去了 您等会儿泡泡脚 就休息会儿 世子妃这里有老奴呢 因为楚离背后受了伤 所以沐浴肯定是不行了 说话间 莫言已经端着木盆进了屋 楚离对苏木槿点点头 就去耳房洗漱了 苏木槿胃口不大 一碗粥只喝了半碗下去 柳嬷嬷见她实在吃不下去了 也不勉强 把桌子上的一碟子糕点端过来 放在床头边 喝一碗粥 等会儿估计到夜里胃口就好了 真的夜里饿了就去喊我 柳嬷嬷说着自己都摇摇头 这大冷的天 湖里的水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夜里更是冷得要死 估计厨房里的厨娘们也睡了 她也不好意思去叨扰别人 而她了解姑娘 大半夜的又不是在自己家 肯定不好意思开口 忍一忍就算了 就把糕点推到她面前 半夜里真的饿了 吃些糕点 垫垫肚子也行 处理的伤势要紧吗 苏木槿小声问 柳嬷嬷摇摇头 老奴也不知道 不过姑爷儿昨儿个从宫里回来的时候 背后的伤势挺严重的 生肖今天进屋来收拾房间的时候 就瞧见姑爷昨儿个穿的衣裳上全都是血迹 姑爷是让墨岩给上的药 具体伤成什么样 老奴就不清楚了 对了 姑爷背后的伤等会儿就要换药了 姑娘若是有力气 就给姑爷上上药吧 瞧瞧姑爷的伤势如何 这样你也能放心了 嗯 吃完了晚膳 老太君和几个舅舅那里都派人来问情况 这个时间大家都已经睡了 天气又太冷 所以就没有亲自过来看 几个嬷嬷瞧见苏木槿已经醒了过来 面色也十分红润 和苏木槿含喧了几句 就回去交代去了 说话间 楚离已经从耳房走出来 她冒出的胡子给刮掉了 衣裳也换了一身干净的 看上去清爽得多了 柳嬷嬷见她出了耳房 识趣地退了出去 楚离脱掉衣裳 掀开被子上床 把苏木槿揽在怀里 困不困 苏木槿摇头 都睡了一天一夜了 怎么还会困 还是睡一会儿吧 明天还要去掌公主府 先给你换药吧 苏木槿吃了粥 身上的力气稍稍回来了一点 伸手示意处理 把药拿来 别了 等明天我让墨眼上药就好了 她背后的伤势实在有些惨不忍睹 进而虽然孕吐好了 但是万一闻到血腥味 还想吐怎么办 不 苏木槿坚持 我给你上 楚黎无奈 只好从怀中掏出金疮药 一层一层地脱掉衣服 楚黎微笑 别吓到了 那天在驿站里 驿站里躺着那么多尸体 她不也瞧见了 那尸体什么死法都有 惨不忍睹 她不也看了一遍 更何况是楚黎受了伤 她只会心疼 怎么会害怕 掀开被子 让她趴在床上 苏木槿窝在床榻的里侧 看她慢慢地把最后一件中医也退了下来 她的上半身绑满了绷带 绷带上隐隐瞧见渗出的血丝 苏木槿眸子一红 小心翼翼地揭开绷带 入目的是几乎溃烂的背部 尤其是左肩那一块地方 伤口之身 几乎能瞧见森森的白骨 她的指尖微微一颤 手中的金疮药几乎都握不住 掉在床榻上 楚黎趴了好一会儿 也没瞧见苏木槿有什么动作 不由得疑惑地侧手 静儿 嗯 苏木槿咬住唇 她回过神来 你忍着点 嗯 药是上好的金疮药 要说北阳国最出名的一个 就是流传在皇室中的金疮药 另外一个就是战马 这一瓶就是从北阳国高价买来的金疮药 她拔掉瓷瓶的瓶塞 一股子淡淡的药味就散发出来 药是粉状的 只需要撒在上面 再用干净的纱布包扎起来就行了 苏木槿抿着唇 一言不发地给她撒药 药粉落在伤口上有些刺激 苏木槿感觉到楚黎的背脊 微微绷直 疼吗 楚黎刚想说不疼 可想起她方才说他们是夫妻的话 刚到嘴里的话又变了变 嗯 有点 苏木槿的动作更加轻柔了 以后别受伤了 若是有危险了 一定要先保护自己不要受伤 好 楚黎涵笑应了一声 这话也是为了安她的心的 如果今天这事情再发生一遍 她也不可能扔下锦儿不管 自己去逃命的 楚黎感觉到苏木槿的呼吸放得很缓慢 知道她紧张 怕弄疼了她 赶紧转移话题 皇上让你以后继承长公主府 已经下了命令了 苏木槿手微微一顿 轻轻嗡了一声 皇上下旨 腊月初八 楚展徐家人等 让徐熙之和楚王爷做奸展官奸展 而且还邀请耶律猛官行 嗯 苏木槿给她包扎的动作猛得一顿 让徐熙之和楚瑜去奸展 楚黎毛子里闪过一丝笑意 就是让他们去 那可有好戏看了 让徐熙之去看自己的大哥大嫂 还有侄子被砍头 身边还跟着一个楚瑜 宁毅这一招也是绝了 至于让耶律猛去观行 估计是想给她一个警告 这个耶律猛来京城 肯定是不安好心的 从她说出和亲的话就知道 她是要在大洲找一个靠山 来帮她在北沿争夺皇位 宁毅不同意和亲 就是变相地拒绝了她 这个耶律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应该会找上别人吧 而除了宁毅 大洲最有权势的人是谁 楚王和徐熙之 从昨天的晚宴上来看 耶律猛和楚王的关系 十分不融洽 而且楚王对她 也十分不以为然 所以耶律猛剩下 想要拉拢的对象 就是徐熙之 命意让她过去观行 应该就是要告诉她 徐熙之已经没有了靠山支撑 让她死了这条心 同时也是警告她 她可以捏死徐家 同样也可以捏死徐熙之 这是给耶律猛一个警告 警告她若是和徐熙之合作 那么今天徐家的下场 就是改日 她耶律猛的下场 苏木槿点点头 给楚黎包扎好伤口 又伸手给她穿好中医 你伤势不轻 要好好地养着 大夫的话要听 这段时间好好养着 放心 还有一件事情 楚黎没有告诉苏木槿 她私存了又私存 决定还是保守这个秘密 长公主的丧事 由皇家来举办 办得很是隆重 也很体面 苏木槿第二天 就来了长公主府来守灵 她说是来守灵 可是宁浅雪 却不敢让她守灵 她毕竟是怀了身孕的人 就让她在大厅里 棺材处烧纸钱 两天时间 长公主就入了皇陵 与此同时 公主府的管家 也把公主府里 所有的账册 钥匙 令牌 全部都交给了苏木槿 您是我们长公主的义女 长公主老早就说好的 等她百年之后 要让郡主继承公主府的 现在长公主离世 皇上也下了旨 从今以后 长公主府就是郡主的郡主府 我等任由郡主差遣 苏木槿握紧了手中的东西 指尖微微泛白 拿好了 宁浅雪握紧她的手 拍拍她的肩膀 别想那么多 以后撑起公主府才是真的 苏木槿重重地点头 接下来就是认识府里的 一些重要的拐室 还有三千侍卫们的首领们 长公主府里 长公主的贴身嬷嬷 苏木槿是认识的 而且还算是熟悉 嬷嬷一个个地 跟她介绍拐室们 十分熟悉的样子 因为长公主府没有男主人 这个嬷嬷就十分重要 前院后院的事情都管着 若不是女子 也是做管家的上好人选 苏木槿听着她的介绍点点头 等见完了他们 苏木槿才开口 母亲离世 长公主府今后 也不再是以前的长公主府 我知道 你们心中会有忐忑 今儿个我就在这里放了话 若是有想离开的 我绝不会反对 相反 还会送你们一笔银子 送你们离开 但是 苏木槿语气凉下来 若是你们留下来了 就不要觉得我年纪小好欺负 就能够欺瞒于我 若是让我给抓到了 暗中做小动作的 别怪我翻脸无情 母亲离开 侍卫们的总首领 叫张安 苏木槿点点头 母亲不在了 但是以前府里怎么做事的 以后还是怎么做事 母母听出她言语的意思 郡主不搬进公主府吗 暂时不搬 等过完年再说 母母没有多问 点了点头 苏木槿是想着 今年头一次在楚家过年 怎么样也要过完年再走的 先前是打算搬回苏家 现在看来是搬不回去了 公主府必须要有人坐镇 长公主不在了 人心难免有些浮躁 她只能跟嬷嬷 吩咐 嬷嬷先管理着公主府里的事情 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 就去楚家寻我 是 郡主 腊月初八 这一天京城中异常的冷 寒风凛冽 几天下来 湖面上的冰层 足足有六七寸厚 一盆水刚刚泼到地面上 不多时就能结出冰来 这样的天气 本来大多数人都是窝在家里不出来的 可是今天京城菜市场的断头台 旁边却异常的热闹 五十三可 就是楚斩徐家的时候 让人玩味的是 奸斩的人竟然是太后娘娘 这一点才是最大的看点 而且听说到现在为止 徐家的二姑娘依旧出逃在外 哪怕皇城中已经增加了兵士 都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徐家二姑娘的下落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徐粉黛就醒过来了 她已经好多天没有下过床 先前被那个假老爷玩弄过一次 就浑身身伤 哪怕是痒到了现在 都没有多少好转的迹象 小丫头每天进来给她擦药 瞧见她身上的伤痕都忍不住抽冷气 这一天 小丫头早早的就进屋来给她上药 一边给她上药 一边跟她说话 姑娘今儿个醒得真是早 这天真是太冷了 烟红姑娘等会儿起床的时候 一定要穿得厚一点 要不然染上风寒就不好了 这两天天气太冷了 楼里好多姑娘都染上了风寒 姑娘您可要小心点 须粉袋异样的沉默 小丫头已经习惯了这样沉默的须粉袋 给她上完药之后就端来了热水 给她洗漱 随后伺候她穿上衣裳 又让人端了早上给她 姑娘趁热吃吧 须粉袋沉默地吃完东西 小丫头没敢出屋 把剩下的东西全都收拾到托盘上 等会儿会有人过来收掉 上一次烟红姑娘要逃走 她幸好和妈妈打了招呼 要不然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知道烟红姑娘不安分之后 小丫头就没敢离开她半步 生怕她又找个什么机会开溜 烟红姑娘 您要不要找个事情做做 解解闷 须粉袋依旧沉默不语 从接了贾老爷这个客人之后 她就一直这样 什么话都不说 呆坐在床上 或者是小凳子上 一坐就是一整天 眼神呆呆的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有时候真怕烟红姑娘 会想不开自尽了 不过妈妈跟她说了 烟红姑娘肯定不会自尽的 小丫头有些不解 如果让她接了那样变态的客人 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又不知道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结束 她一定会忍不住要去死的 徐粉袋抿着唇 打开了窗户透气 天空已经亮了 窗子一打开 冷风就呼呼地吹进房间 小丫头顿时紧张起来 上一次烟红姑娘 就是从窗户上面给逃走的 后来妈妈还封了她的窗户 不过后来不知道 为什么又让人把窗户给弄开了 春风楼和别的青楼不同 没有开在偏僻的地方 而是开在京城中最繁华的大街上 大街上大多都是一些店铺 往日这个时候店铺都开了门的 可今天所有的店铺全都紧紧地关闭着大门 而且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 正在讨论着什么 小丫头跟过来 站在许粉黛的身边 就怕她一时想不开跳下去了 难得的看到 英红姑娘会这样看什么事情出神 小丫头就解释道 今儿个好多的商铺 门都关了呢 今天京城有大事发生 许粉黛冷笑 大事 能有什么大事 顶多就是各个大湖们做善事 去施舍腊八粥罢了 小丫头这段时间 已经学会了自说自话的本事 瞧见许粉黛不说话 也能自顾自地接下去 好在英红姑娘 从来也没有不耐烦地打断过她 小丫头就低声道 今天明明是喇叭 是个好节日 可却要见那么多的血腥 哎 也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 她刚说完 猛地捂住嘴巴 小脸一白 她怎么可以在背后议论皇上 这可是死罪呀 她正懊恼的时候 却听到英红姑娘 竟然搭理她了 血腥 什么血腥 因为好多天不曾说话 英红姑娘的声音 竟然有些沙哑 小丫头眼瞧着英红姑娘 竟然理会她了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说下去 忽然一想 反正现在皇上又不在这里 就算说说也没什么吧 好不容易英红姑娘 竟然跟她说话了呢 因此小丫头想都没想 就低声道 就是上个月发生的那个事啊 就是徐国旧家谋逆 皇上已经下旨了 今天五十三刻 要在菜市口那里的断头台 面徐家满门 听说足足有三百多口人呢 全部都是死罪 今儿个全都要问斩的 就光是柜子手都找了十多个 京城里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灭门的案子了 而且又是太后娘娘和楚王爷两个人奸斩 所以今天好多铺子都关门了 有人是去惋惜一下徐家的大公子徐傲 听说他是京城四节之一呢 还有就是想去瞻仰一番太后娘娘的真言 小丫头说着说着 就瞧见英红姑娘猛然回过头来 目光如电地看着她 她顿时有些紧张 结结巴巴地道 咦?英红姑娘?你怎么了?